《大外村》集牌 趙立堅、胡錫進強鬧 BBC回應 助習近平重擊馬雲 他地位直逼留學 演講與視美將付出代價 蓬佩奧對拜登 聞到活命信號 中共戰狼變面示好 北京神秘部門人事調整 牽動外交部高層 點名趙立堅 美報告踢爆中共官員 系統性轉發假信息 就時拜登發表首次外交政策演說 講話中稱 中國是最嚴峻的競爭者 但他同時表示 在符合美國利益的情況下 願意與中共合作 外界認為拜登的話 不能夠說對中共一點不強硬 因為除了合作這一句 其他比的全部都是負面評價 但還是有不少人表示失望 旅美六四民主人士黃丹 在面書上發文說 美國與西方會為此付出代價 黃丹認為 拜登今次的外交政策講話 正式將中國定為競爭者而不是威脅者 可以說是對華政策 重新回到修正主義的宣言 另外拜登在演出開場時提到 美國回來了 外交回來了 前國務卿蓬佩奧接受採訪時表示 當他講回來的時候 意思是讓中國重新騎到我們頭上 好像我們熟知的那樣 摧毀坎薩斯州和卡羅來納州 數以百萬計的就業機會嗎 希望他說的回來不是這個意思 聽了拜登的演講 最舒心的應該是中共了 我們都知道 拜登上台後 中方多次就改善中美關係喊話 卻得不到回應 這次拜登親自提到合作 怎能不好好把握呢 於是 大小戰狼紛紛便面表現得特別友好客氣 比如在拜登外交演說前 中國國防部在其官網發佈 中國成功措施 陸基中段反難節技術試驗公告 文末清清 這一試驗是防禦性的 不針對任何國家 對此 法國法民質疑 這是不是拜登講話前的下馬威 結果中共《喉舌環球時報》 今日居然出面解釋 想要息事靈人 文章稱 試驗不具備威脅性 說外媒炒作 將中國的矛頭指向美方 此外 據中共外交部網站信息 崔天海在日參加了安徽省 馬里蘭州結好40周年紀念活動 線上啟動儀式 他在開頭就說 我好高興看到中美兩國地方明確按下重啟建 以實際行動開啟中美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他最後還引用古詩 朝平兩岸闊 封正一帆圓 稱中美關係如同大海中的航船 堅持正確的航向才能夠行穩致遠 說牛年張志希望迎來中美地方合作的牛年 外交認為 他已經從拜登政府那裡得到了滿意的答案 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也對拜登講話做出回應 他強調 中方致力於與美方發展不衝突 不對抗 互相尊重 合作共贏的關係 可見 此前一直不給予回應的拜登 終於讓中共心裡有譜 因中央部門與各省市領導班子換屆重組工作需要 中共近期人事調整頻繁 此番人事調整 而涉及到了位於中國北京復興路 4號的一個神秘部門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評論認為 這反映了中共外交政策的重大方向 中共中聯部 是一個成立在1951年的 中共中央負責對外工作的職能部門 中共官媒報導證實 原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駐中央外辦紀檢監察組組長陳舟 在1月已經出任中聯部副部長 原中聯部副部長黃雅君已經離任 目前 他在中聯部副部長中排名最後一名 在陳舟的履歷表中 2016年8月至2019年8月 擔任中國貿速會副會長的經歷最為奇特 文件資料顯示 中國貿速會內設機構為副師級、局級 省級地方賓支機構為政廳級 可見這個機構純屬養行人的地方 對於自在星官發財的中共官員來說 並非理想的中轉站 這亦說明陳舟在官場中 也是一個逆襲星官的例子 而離任繼黃雅君 不但年齡小、陳舟三歲 此人外交履歷相當不錯 不過,晉升速度亦比較快 應該是有些政治後台的背景 作為中聯部最年輕的副部長 黃雅君此番職務變動 大概率是晉升 或是調往實權更大的職位 極有可能的去向是外交部 在今明兩年 中聯部副部長宋濤及至少兩名副部長 他們或是退居二線 或是調任 看中國天君正經團隊推測 按照習近平用人的思路來看 原中聯部副部長黃雅君 調任外交部 是解決中共官場梯隊斷層 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能夠緩解習近平 在外交系統人事佈局的壓力 現任中共外交部長黃毅 已經68歲 注定要離開外交部 是致任楊潔篪的職務 還是退居二線 要看習近平的面色 而曾經因點贊色情影片 罵得輿論沸騰的 65歲的駐英大使劉曉明 已經卸任回國 他的繼任者據存是現任外交部副部長鄭澤光 另外68歲的駐美大使崔天海 打破了歷任駐美大使的任期記錄 但依然超齡 虎手中美關係戰線 習近平目前似乎也沒有想要動動崔天海 這顯示出中美關係是北京當局所有外交關係中的重中之重 而且中共外交系統梯隊斷層問題嚴重 據中共外交部官方信息來看 今明兩年至少有三名副部長 由於年齡問題需要進行調整 這個對與美國、歐盟、東盟關係依然緊張的北京當局來說 外交政策何去何從、人事如何報告絕對是一件頭痛的大事 2月4日 英國通訊管理局吊銷了中共大外宣、中國環球電視網的執照 當日中共表示強烈抗議後立即將BBC作為攻擊目標 稱BBC近日有關武漢肺炎疫情和新疆維營議女性周盛侵的報導 是在造謠、造法惡毒、要求其造出公開道歉、停止蓄意抹黑等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還在推特上被BBC起了一個外號 稱BBC不要變成唱衰廣播公司 萬舊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亦罵BBC造出了荒誕的報導 非常離奇的講述 針對中方指控 BBC發表聲明強調 一貫秉持準確和公正的原則 完全拒絕這些毫無根據的 關於假新聞或意識形態偏見的指控 可見英國與中共的關係緊張 是從華為5支外交簽證、香港問題、新疆人權再度蔓延到媒體領域 評論員曹長青表示 按英法律、媒體主管不可能是政治組織 英國的這項認定雖然為時已晚 但展示了英國對中共媒體滲透已忍無可忍 拜登向北京屈塞 英國此刻強硬起來 對此有網友還寫下搞笑段子 英國吊銷中國環球電視網廣播側照 網友發起抵制BBC的對等行動 廣大小粉紅也紛紛表示支持 但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BBC 於是便摘了街邊的BBQ 自去年11月螞蟻集團IPO案被叫停以來 一正是領銜打擊螞蟻集團的關鍵人物 郭樹清的權力、地位持續上升 僅持於習近平最信任的經濟智囊 中共國務院總理劉鶴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中共政府官員和顧問透露 中國人民銀行上個月收緊對螞蟻集團的控制 推出的新反壟斷法草案 可能會迫使螞蟻集團的支付部門被分拆 而郭樹清在推出新監管手段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而且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批准了這些舉措 報導還指出長期以來 習近平一直不信任私營企業家 認為他們對中共政權構成威脅 而習近平、劉鶴、郭樹清 三人均認同透過強有力的監管 來解決所謂市場經濟的弱點 另有官員透露 郭樹清希望繼承劉鶴的地位 不過也有人認為 劉鶴有極其強大的權力 不會有任何人能繼承它的地位 美國獨立社群平台研究公司 Graphica指出 有數以百萬計的虛假社群平台帳戶 有組織、有系統地為中共宣傳 甚至抵毀美國抗疫工作 其中包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等多名中共官員 都參與其中 據報導 相關活動有幕後組織和資金 但無法確定手路身份 我們知道趙立堅一直是批評美國最有力的中共官員之一 去年他透過推特發表陰謀論 指武漢肺炎病毒始於美國 這一類垃圾假資訊 經眾多網紅、網媒 甚至中國外交官員廣傳 擴散全球 除了趙立堅等中共官員 香港新聞黨社區主任陳志豪的YouTube頻道 陳志豪資訊台 以及香港建制派網媒《港人港地》也參與其中 Graphica針對面書、推特和YouTube的調查持續6個月 最新研究報告是以各機構此前的三份報告為基礎 報告指出 中共除了武漢肺炎方面發布虛假信息之外 還涉及軍備管制、中國經濟發展、美國政治衝突等面向 而且從去年2月開始 已經有社群平台帳戶大讚中國抗疫職效 6月起開始批評美國未能控制疫情 報告還特別點名一名網名為賀景潤的推特帳號 指其2009年註冊後始終沒有活動 在2020年1月突然開始轉發信述親共影片 甚至與政治人物在網上互動 其貼文更獲得趙立堅轉發 此外中國駐伊朗駐多明尼加共和國駐法國及巴拿馬大使 均曾轉發假帳號貼文與假帳號互動 賀景潤帳號目前已被推特關閉